渣男同时交往多个女友 正方无意发现后找到众小三 还把他们处成了闺蜜 一起找渣男复仇 高级渣男与复仇者联盟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节目也就给大家讲一部 报效喜剧 情敌复仇战 大漂亮是一个颜值在线 工作体面的白富美 他男友小猪 也是一个说话好听 懂得浪漫的小帅哥 本来两人一直相处得很幸福 可是有一天 大漂亮提出带小猪见父母 可小猪却也要回家修水管 这种烂理由推辞了 精心打扮后找到了小猪的家里 敲门后看到的却是小猪的老婆小美 这把大漂亮惊得摔倒在地 仓皇离去 第二天大漂亮气得扎东西的时候 小美居然找到了她的公司 看着情绪激动的小美 大漂亮实在没办法 就把小美拉到了酒吧 一番攀谈下来了解到 小美是个家庭主妇 为了小猪是工作也辞了 朋友也没了 几杯酒下肚 小美立马就不行了 还跟大漂亮耍起了酒疯 好不容易才送走小美 第二天她居然找到大漂亮的家门口了 大漂亮本打算敷衍两句就让小美走人的 可没想到两人越聊越投机 最后居然处成了闺蜜 次日大漂亮安抚小美沉住气 对付小猪要从长记忆 可回到家 小美情绪一上来就把房子给砸了 无奈只能叫弟弟来重新装修一下 结果弟弟又和大漂亮看上眼了 出门小美极力反对大漂亮和弟弟相处 要真给他们处成了 自己就真绿到家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大漂亮开始教小美如何重拾魅力吸引小猪 就在小美刚获得点进展时 她又发现小猪在电话里和女人调情 小美误以为是大漂亮背叛了她 第二天就要找对方理论 两人见面差点打起来 还好大漂亮先冷静下来想到 是不是小猪还有其他的女人 经过一番调查 他们在一个海滩边发现 小猪真有一个又年轻身材又好的新欢 大兄妹 两人跟大兄妹揭露了小猪的丑恶嘴脸 最后三人决定组成复仇者联盟 一起对抗渣男 大漂亮开始收集小猪隐藏的秘密的同时 还假装跟小猪约会 趁其不注意给她加了歇药 让她没到厕所就一泻如注 小美则开始给小猪的饮食里加雌性激素 还往她的洗发水里加了脱毛膏 让小猪又是二次发育又是脱发 大兄妹更厉害 她邀请小猪参加多人运动 小猪表面是艰难接受 实际上心里都乐开了花 可新加入的人却让小猪傻了眼 这妥妥的如花呀 几番折腾 我都不敢想象小猪的日子了 小美几人也是怕小猪起义 于是用过猜拳的方式 决出一个人与小猪共睹粮消 结果小美在小猪一整夜的花言巧语下 想要放弃复仇 可大漂亮刚查到 小猪以小美的名义开公司骗钱 小美觉得她不会这样 并还想给她一次机会 这边小美的弟弟找了正失落的大漂亮 她用自己的幽默感 很快帮助大漂亮笑了出来 而小美又碰到小猪骗她签署文件 她拿着文件来寻求大漂亮的帮助 大漂亮发现 签了这个文件 如果小猪骗钱的事情东窗事发 会害得小美坐牢 于是她召集三人一起去公司所在地 好在大漂亮是个律师 一番操作下来 让小猪被公司解雇的同时 还拿到了她所有资产 四人对峙时 气得小猪暴跳如雷 会议室的门都被她撞烂了 狼狈逃出公司的小猪发现 自己的车子也被交警拖走 暴躁小猪当街大喊 还有谁 结果大漂亮的父亲路过 一拳将其门倒在地 故事最后 大漂亮的父亲炮上了大兄妹 这是不能让女儿吃亏 也要绿渣男一回啊 大漂亮则是有了小美弟弟的孩子 两人幸福的在一起 而小美在经历了许多历练后 慢慢成为了一个称职的公司CEO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